之前給大家教訓指觀 指觀妙法 指觀實際上是入門的一個方法 在指觀之後還有觀照 在後面還有照鏡 照鏡之後還有個鏡畫 最後還有個畫針 它整個修煉的次體是很細緻的 所以大家不要停留在一個直觀妙法上面 基本上基礎階段對你們的訓練就是在直觀方面 隨著你們到了一個層次就要進階 就要重視觀照法的體訓 前面我們還是就一些理論部分 給大家有一個理通法髓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首先就是當天改一下自己不樂不樂的習慣 實際上我們人生在生活上 遊戲一下人生沒有問題 不需要那麼精真、認真、較勁 但是如果我們真正地辦大事情 特別是這種了生死的事情 有些時候你必須較勁 你必須去認真 不能夠吹不樂不樂 我在以前的講課中提到了 一三五七跟一五三七 四個數字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一三五七不是一五三七 這個完全是兩個 兩個東西 它只是編程上面出的一個問題 然後就不是一個東西 大家在修煉的過程中要有這種精神 就是有些東西是一定要較爭的 你就要較爭 有些東西要你無為 進入無我 那你就稀里糊塗就可以了 就像我們去台灣 當你七天稀里糊塗 那就對了 七天你就不稀里糊塗 又不對了 但是真正要學有違法的時候 一定要較爭 認真 要學會用符記符印的這個方法 老師說的是什麼 絕對你沒有參雜 上回就是什麼 所以這個在我們中國古人叫 為經為義 允治絕中 這個是我們大道統十六字心絕中的一句話 經是什麼 經是精確之道 一是什麼 一就是 靜虛空變法界一個不二 是個整體的 是個整體的 包括我們待會兒訓練自己的業 看物的時候 你要看到它的整體 不是看到它的一個部分 或者一個物像 而把它裡面的那個信息你給漏掉 所以這些呢就是這個要求大家一 那麼在裡面你要做到一 你必須精 必須精準 精確 所以導彈的收入程序裡面 如果在示範點錯了一毫米的話 它出去誤差已經是一千公里了 走下去 隨著你們現在在修練的過程中 就錯了那麼一次一毫 到最後的終點 人家去成了佛菩薩 你不知道跑到哪個天上去了 差至 使之這個 毫離 差至千里 命之千里 所以大家要重視這個 為精為一 淹淹 認真 我可以說差不多 差不多 做個差不多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點我需要特別的這個 強調 所以說我們要真不要假話 什麼是真 什麼是真想 真的想像力 什麼是假話的想像力 在後面我給大家有細的分析 另外呢 是要準確 不要思思而非 不要說阿嘎阿嘎 大概大概 好像是這麼回事 然後我在台灣 沖著身邊的幾個人 也是瞪眼珠子 為什麼 他在複製我的東西的時候 往下船的時候 總是改的那一兩個字 結果那一兩個字一改以後 問題就大 就不是了 表面上像 但是實際上 就不是了 所以大家學的時候 一定要什麼 準確 不要學那個思思而非 然後還有呢 就是不要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是什麼 你沒有見到 東西的真實相 而自己在你覺得 我覺得好像是這個東西 你的主觀的東西 已經跳在前面了 你沒有把我退下來 讓那個真我去理理 然後去看那個真實的東西 所以這一點大家特別要重視 所以是眼對色塵 要看得真 耳對生塵 要聽得真 看 看得真 看得準 看得全 然後聽 聽得真 聽得準 聽得全 不漏 一個字都不漏 一點信息都不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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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